赚差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未来赚的是现金流 认真看完我这个视频 能让你彻底明白 富人是怎么用现金流赚钱的 记得要先点赞收藏 那我们先来讲讲 什么是现金流的使用权思维呢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首先我们来看曾经的一组数据 共享单车在第一阶段 收用户的是押金 一辆单车收用户押金299 一辆单车服务10个用户 收押金2990 量产1000万辆单车 一共收用户的押金是29.9亿 那这个过程一共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家公司叫摩拜 那刚才说的押金 拥有权归用户可以退 但使用权归摩拜 摩拜把自行车变成了 收用户10倍以上现金流的工具 不知道各位 现在还在靠辛苦经营来赚钱吗 泥泞路上的奔驰 能跑得过高速路上的下力吗 不是靠勤贺和努力就能够赢的 天道酬勤是勤在队的赛道上 接下来我们算两笔账 第一 一个月赚1万5 一年能赚18万 如果按照这种赚钱方式 来完成我们所谓那些亿万富翁的梦想 大概一共需要555年 需要将近20代人不吃不喝 才能够完成 第二笔账 如果你一年能赚5万 要存下100万 那一共需要20年 而富人需要100万 他会直接去交银行器 那同样是100万啊 你却多花了20年的时间 咱们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 富人看到好的机会 他直接就会去借钱 去赚更多的钱 而不是借钱去消费 所以说啊 现金流就是一个关键 银行里本身啊 也没有自己的现金 它拥有的只是现金的使用权 其实拥有权啊 还是归储户所有的 那关于钱 你这一生是能够使用的更多 还是拥有的更多呢 现金流的重要思维 使用权思维 关注我 做个迷茫时代的明白人